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二节 第二节是关于普通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企业可以说是这一章学习的重点 普通合伙企业有什么人组成 前面说过 有普通合伙企业组成 普通合伙企业付什么责任 叫无限连累责任 那么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普通合伙企业它设立条件 第一条要有符合规定的合伙人 既然是合伙 至少有几个人 两个以上 而且要是什么人 普通合伙人 这第一个人数的要求 第二个普通合伙人 他的资格要求 他要是具有完全的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说明要年满18 精神要正常 这个是可以作为普通合伙人 或者是一个法人 作为普通合伙人也行 或者是一个其他组织 来做普通合伙人也是可以的 但什么人不能做普通合伙人 国有独自公司 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 公益性的事业单位 事业团体 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 为什么 我们不像我们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包括我们公益性的一些事业单位 比如说大学啊 比如说复联啊 让他去承担无限责 是吧 我们不能让他承担无限责 因为这个风险太高 所以他不能担任普通合伙人 但他可不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呢 有限合伙人是法律是允许的 但普通合伙人不行 是对于这个合伙的人数啊 包括他资格的要求 第二个 合伙人呢 要定立书面合伙协议 这个协议一定是书面的 书面合伙协议干什么呢 亲兄弟名散账 兄弟们之间说丑话的 第一个 定例呢 需要全体合伙人要协商一致 另外一定要以书面形成定 另外呢 经全体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如果要修改补充这个合伙协议 怎么办 还是要经全体一致同意 除非另有约定 大家会发现 合伙企业有个特点 就很多大事需要大家一致同意 所以不能够说是三分之二呀 或者二分之一呀 用的少 很多都喜欢用一致同意 第二条要有书面合伙协议 第三条呢 要有符合规定的合伙人的出资 这个出资啊 可以是认缴的 也可以施缴 认缴就是我先认多少 日后我再缴 施缴呢 我现在就把它缴上 可以认缴 可以施缴 出资的形式 可以用什么东西出资呢 可以用货币呀 食物呀 资产权 土地使用权 包括其他财产权利 大家要注意啊 土地 注意它是使用权 所有权是不行的 但是呢 普通合人有个比较特殊的出资 要注意 他可以用劳务出资 有限合伙人都不可以 其他所有的企业都没有提到 可以用劳务出资 只有普通合人 可以通过劳务进行出资 劳务值不值钱 他也值钱 关键这个东西吧 不太好估 所以呢 法律一般很谨慎 只有普通合人 才用劳务出资 第二个进行评估 劳务出资该怎么评 你们全体人协商一致 并且在合伙协议中在明 什么劳务呢 没法评估 只能你们商量 其他的一些非货币出资 那怎么办 权利后人呢 可以协商 或者是权利后人呢 去委托什么 评估机构评估也行 你们可以协商 你们不愿协商 那你们就委托人家评估 但劳务这个东西 没法评估 只能靠你们自己协商 这是关于付资的方式 出资的形式 包括评估的问题 第四个 有限我们合伙企业 要有自己的名称 名称 还要有生产经营场所 你要有个家呀 还要有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一些条件 首先第一个 普通合伙企业 名称中要想什么 普通合伙字样 特殊的普通合伙呢 名字里面要写上 特殊普通合伙 而有限合伙企业呢 要求要写有限合伙字样 说明都要标上自己的名字 这是关于普通合伙企业 设立几个条件 你要有人呀 你要有钱呀 你要有个协议呀 还要有个名 还有一个场所 要个家 这是成立普通合伙企业 需要的条件 那我们下面做个单选题 下列关于呢 普通合伙企业的说法中 正确是 爱说普通合伙企业设立 只能有两个以上的自然组成 我们说过一定是自然人吗 不一定 也可以是什么 也可以是一个法人 或者是一个组织 不一定是自然人 所以爱的表说错了 B呢 普通合伙企业 他的合伙人 只能是法人其他组织 但是呢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均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那前面这个只能就错了 普通合伙企业 他的合伙人 只能是法人和组织吗 也可以是什么人 也可以是自然人 自然人法律并没有禁止 也可以是自然人 所以他的表说就错了 确实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 这个表说没问题 前面这个只能就错了 所以呢 我们打个X C在下 设立普通合伙企业 合伙人呢 应当签个书面合伙协议 是不是 是的 咱们叫亲兄弟名算账 把丑话要先说前面 所以呢 C表说是对的 B呢 普通合伙企业 合伙人呢 不得一劳务处资 还就只有他能一劳务 其他都不能用劳务 所以呢 这个D的表说是错的 只有C是点 答案选是C 那普通合伙企业 可以有什么人来作为普通合伙人呢 可以是个自然人 也可以是个法人 其他组织都可以 但是需要有什么 两个以上的合伙人 需要有两个以上合伙人 另外呢 国有独自公司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公益性事业 当然事业团体 再强烈一下 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 另外呢 他是可以用劳务出资的 只有C这项表现 再看第二个考点 合伙企业的财产 这个两颗性的 合伙企业的财产 他可以用什么来出资呢 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合伙企业的财产 有这么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全体合伙人的出资 可以说这是他的原始资本 大家的出资 第二呢 是这个合伙企业呢 产的收益 我们经营赚的钱 第三个是依发取得其他财产 比如说合法接受捐赠的钱 你看捐给我的 捐给企业的钱 一部分是大家出资 第二部分是这个企业的收益 第三个是大家 捐给这个企业的钱 比如说其他收入 另外合伙企业的财产 是独立于呢 合伙人的财产的 那又说明 企业的钱和个人钱 是要分开的 而且呢 合伙人是不能直接去支配企业的财产 那也说明是要大家商量来的 不能把企业的东西随便拿回家 他跟个人独自企业不行 个人独自企业呢 那企业的钱就是我的钱 那老板和个人的钱是不怎么分的 这叫个人独自企业 喜欢叫厂呀 喜欢叫工作室呀 是吧 而合伙企业呢 不一样 没有个人的钱和企业钱 平时是要严格分开的 说明个人呢 也不能随便把企业的东西拿回家 为什么 因为是大家共同的东西 不是你一个人的 所以呢 他的独立性要比个人独自企业要强了一些 分割的问题 除那合伙企业法令有规定 合伙人是在合伙企业清算前 不得要求分割企业的财产 是吧 你不能说没事 我就把我的财产分出去 是吧 我要分家 不行 但是呢 你占有的份额 你可不可以转给别人 比如说我占有多少份额 我把我的份额转给别人 行不行呢 这个法律是允许的 我转我的份额可以 但你不能随便什么 把这个企业的财产金分家 不能随便分家 你可以把你的份额转给别人 那份额不就类似于是你的股份一样吗 是吧 你可以把你的份额转 但不能随便要求分家 还有 合伙人呢 在合伙企业清算前 私自转移财产 出份企业财产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 那比如说咱们合伙企业里面有一套小设备 结果呢 有个合伙人 没有经过咱们其他人同意 擅自把设备呢 卖掉了 然后说分家了 卖了多少钱 5万块钱 那如果卖给了别人 人家又不知道 他是属于什么 无权出费 那这个买家呢 就有可能善意取得了这个物权 但是卖的钱怎么办 要还给企业 而且造成企业损失 你这个人要承担责任的 说明我们呢 如果私自转让 不能对抗什么人 不知情的第三人 下面份额的转让 我刚才说过 你不能随便把企业的东西给卖掉了 是吧 你不能私自要求分家 但是你可以把你占的股份一样 份额转给别人是可以的 虽然份额转给别人 只换了一个合伙人 但是这个企业还在 是吧 也就有的 不能随便分家 可以转份额 转份额呢 有对内转和对外转 如果内部转 内部转 比如说我把我的份额 转给另外一个合伙人 没有破坏我们的基础 我们还是互相信任的 由于没有破坏信任基础 所以只需要通知其他合伙人就行了 不需要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 但如果对外转 对外转不一样 要有一个新的合伙人进来 有个新的合伙人 这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信任基础 所以要求走卖 除非合伙协议利用约定外 要经过其他合伙人 一致同意才行 说明转给外人 有约定按约定 没有约定 需要大家一致同意才行 另外呢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合伙人是有优先购买权的 除非利用约定 那也说明 如果咱们几个合伙 我准备把我的份额卖给外人 那个外人呢 愿意出十万块钱 而其中有个合伙人 他说我也愿意出十万块钱 那我优先呢 卖给内部 同等条件下 优先内部小话 毕竟合伙嘛 大家是因为相信 愿意呢 再把一生的幸福绑到一块 是吧 因为咱们是一起付什么转 是付无限连带的 所以内部转 只需要通知 外部转呢 有约定按约定 没有约定 一般是要经过其他人 一致同意的 另外 同等条件下 咱们内部有优先购买权 还有 份额的出质 什么叫出质 我把我占的这个份额 比如我占10%的份额 我把我的就类似于股份一样 我质押给银行不行 一般不能随便质押 为什么 如果你质押给银行 借了钱 到时候你还不及银行钱 银行就会卖掉这个份额 卖掉就有可能引进一个外人 说明你出质给别人 是有可能会有引进外人的风险的 所以出质呢 要经过其他后人一起同意 如果没有经过同意 那你的出质行为是无效 那直接认定这个出质行为无效 如果给善意的第三造成损失的 那有行为人你自己赔 比如说你擅自把你的份额 质押给银行 没经过其他人同意 那这个质押无效 银行不允许银行擅自把这个份额 卖给别人 那如果造成银行损失 由你来承担 说明出质 有可能引进外人 所以是要经过其他一支同意的 只要涉及到有外人加入 咱们要经过一支同意才行 下面来做个单选期 21年单选期 根据合伙企业法 除合伙企业另有约定 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 转让其财产份额 需要怎么办 引进一个外人 又要经过其他合伙人 要一支同意 再说三分之二以上 合伙人同意 错了 并二分之一以上 合伙人同意也错了 其他合伙人要一支同意 是的 过半受合伙人同意也错了 只有哪是对的 只有c在相 合伙嘛 大家更多是一种人的信任 所以呢 这个信任的基础一旦被破坏 绝对要经过大家一支同意的 合伙企业喜欢用一支同意 我们后面学到公司法 公司法喜欢用什么 喜欢用过半数呀 三分之二以上呀 还一般很少用到一支同意 所以这是公司法跟合伙企业法 它的一个区别 再看19年的单选期 根据呢 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下列有关普通合伙企业的财产 财产分合的转让 以及出质的说法正确是 爱说 合伙企业呢 原始财产 指的是合伙企业的民意 依法取得全部收益 不是的 原始财产是什么 是我们大家的出资 是吧 是这些合伙人的出资 是我们的原始财产 收益呢 是另外一部分 是后来产生的 可以挨得表述错了 并呢 合伙人之间转让呢 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需要经其他合伙人同意 之间转让 要不要经过其他人同意 之间转让 只需要通知就行了 我们通知其他合伙人 不需要要求同意 因为没有引进外人 所以呢 合伙人一起在合伙企业中的 财产份额出资的 需要经过其他合伙人 一致同意 是不是 出资要经过一致同意 所以C这个表受正确 第一呢 合伙人呢 向合伙人 有外的人转让呢 其他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 转给外人 那不一样 引进外人 那我们就需要一致同意了 所以只有哪个表正确 只有C C的表正确 其他都错了 A很明显错 原始的财产 是大家的出资 而原始财产 而B在项也错了 那就是如果之间转 只需要通知 那转给外人呢 要经过一致同意 所以那B也是错的 只能选C 第三个考点 关于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 事务执行是个三颗型的重点 所以这一步呢 觉得要重点来学习 第一个问题 执行的方式 那这个企业平时谁来当家呢 家里面事情谁当家的 我们把合伙企业逼成个家庭 我们来看谁当家 权力合伙人呢 大家共同执行 我们一起当家 可以 享有呢 同等权利 第二种呢 是按照合伙企业的约定 获得经权力合伙人决定 委托呢 一个或者数个人来当家 也可以 来让他来执行事务 其他人呢 就不再执行 这个也是可以的 不要呢 作为合伙的法人 其他组织去执行事务的 应当委派一个代表来执行 那就说明如果 假这个合伙企业 假这个合伙企业呢 他有三个合伙人 一个是谁 一个是小王 他自己来就行了 是吧 还一个是谁 小李 还一个是谁呢 还一个是A公司 A公司 那A公司做一个合伙人 平时执行事务 谁去执行呢 A公司可以派一个实行 派一个代表去执行 他的意思就这意思 那作为合伙人的法人 其他组织 实行这个合伙企业的事务的时候 可以派个代表过去 另外呢 合伙协议约定 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呢 一致同意 我们也可以请一个 外人来做这个事务执行人 我们聘请个外人做总经理 可不可以 可以 我们共同当家 我们呢 大家一起商量好 委托呢 部分人当家 或者是甚至我们商量好 我们找个外人当家 都可以 这三种呢 平时执行的方式 法律呢 都是呢 允许的 下面啊 大家有什么权利 有什么义务呢 合伙人有什么权利 有什么义务呢 先看权利 普通合伙人 在合伙企业中 大家具有什么权呢 平等的什么权 管理权 经营权 表决权 监督权 代表权 大家地位平等 合伙企业特别像个家庭 大家呢 经济平坐 地位是平等的 另外呢 执行事务的人 也就当家人 对外呢 代表这个企业 可以理解 委托他来执行事务吗 而不执行事务的人呢 有权监督 是吧 你来干活 那我不干活 我有权什么 监督 第四个 所有的合伙人都有权 查阅一下企业的账簿 那我们都看看咱们 这个企业 是吧 我们今年大这个营业情况怎么样 我们看看企业的账簿 大家都有权看 第五个呢 是合伙人有提出一意 或者撤销委托权力 那假如说我们委托 两个合伙人去当家 我们感觉他当家当的有问题 我们可以向他提议 甚至呢 我们感觉他当家呢 老是损害企业的利益 我们可以撤销对他委托 不让他当家 那就这几件事情 都是大家的权利 平等的各种权利 当家人来对外代表企业 不执行人呢 有权监督 大家都有权查查账 有权提议 有权的撤销委托 再看义务 义务有什么义务呢 第一个是合伙事务的执行人 向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后人 去报告这个企业的执行状况和财务状况 也说明你作为当家人 你要向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家呢 你是怎么当的 当的情况 向大家汇报一下 第二件事情 合伙人呢 不得自营 不同他人经营 与本企业相竞争业务 而且是绝对的禁止 同业绝对禁止 啥意思呢 比如说 我是这个企业的合伙人 是这个企业是做什么 做手机销售的 那我呢 自己又开个手机店 行不行 不行 而且绝对不行 合伙人绝对不能与企业 经营一样的业务 所以绝对的同业禁止 第二个呢 合伙人不得同本企业进行交易 合伙协呢 利用约定 或经大家全体一致同意 可以 没有说明 如果大家同意 还是可以自己交易的 什么自己交易是相对禁止 什么叫自己交易 这个企业呢 比如说我呢 跟其他几个同学 我们一起注册一个合伙企业 这个企业呢 最近呢 准备买一台车 作为这个企业的办公用 哎 我家正好有一辆小轿车 我说我卖给咱们企业吧 那问题就来了 我既代表卖方 也代表买方 那如果大家没有同意的情况下 我擅自呢 把自己的东西 卖给自己的企业 有可能会什么 会损害合伙企业的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家如果同意可以 是吧 如果同意 我作为合伙人 我可以把我的东西 直接卖给咱们企业 我也可以呢 去买咱们企业的东西 但这件事情 都是要经过同意的 说明自己交易是相对禁止 而同意呢 是绝对禁止 在往下 合伙人呢 不得从事损害呢 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 不能干坏事 这个呢 偿失 有什么义务 执行诱人 执行受人 要向大家汇报一下 你当家的情况 另外呢 绝对的同意禁止 相对的自己交易禁止 另外呢 不能损害企业的利益 就是合伙人 大家的义务 在往下 决议的表决 大家平时 比如说就某个事情 做表决 我们是按出资的份额来 还是按人数来呢 他说 一般的事项 按照什么 我们按照协议来约定 我们约定 平时怎么做决定 如果没约 那就一人一票 全体过半数通过 说明合伙企业用的是人数 不管每个人出资多少 大家每个人都代表一票 叫一人一票 过半数 过半数注意 法律上一般讲过什么 都是大于 大于二分之一 什么大于二分之一 那就是这个事情就可以做决定了 不要呢 合伙企业法律用规定呢 我们按其规定 这一人一票 过半数 这是普通的事项 特殊的事项呢 不一样 除非合伙企业领约定 以下这些事项 要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大家要一起商量同意才行 哪几件事情需要大家一致同意 改这个企业的名字 改企业的名字是个大事 改变企业的经营范围 主要经营场所 是吧 换了咱们的经营范围了 改变我们的家了 那不行 大事 处分企业的什么产 不动产 什么叫不动产 房子呀 土地使用权呀 这都价值比较高 要经过大家一致同意 还呢 转让或者除非呢 企业的资产权 就要把商标卖给别人了 或者是呢 其他财产权利 另外呢 一企业的名义呢 为别人提供担保 一企业的名义 为别人的借款呢 提供抵押 或者提供质押 或者是什么 保证 这个都要经过大家一致同意 最后呢 批用一个外人 作为咱们企业的金融管理员 就是批用一个外面人 做我们的总经理 总结一下有哪几个词 第一个是不动产的不 知产权的知 是吧 名称的名 范围的范 场所的场 批用外的批 担保的单 简称叫不知名反常拼单 最近呢 大家都在拼单 在各种这个网店买东西 是吧 吴老师带了同学们 我们一起拼 拼好多个LV报 啥在拼 拼拼 结果发现最近有两个拼单 非常的反常 拼了退 退了拼 拼了退 退了拼 这叫不知名反常拼单 不呢 是不动产 知呢 是知产权 明是明称 范是范围 厂是场所 拼呢 是拼外人 单呢 是担保 叫不知名反常拼单 要求这些事情 一般要经过 权力和有人 一致同意 除非另有约定 没有约定 这几件事情 注意是大事 要求大家一致同意 下面还有损益的分配 什么叫损益 这个企业呢 咱们赚了钱 该怎么分 亏了钱 如何承担责案 它叫损和益 两个问题 那如何去分配呢 首先按约定 没有约定 咱们协议补充 补充不了 按照施脚的出资比例 不是任脚 是施脚出资比例 如果施脚的确定不了 比如说其中有个人 是用劳务出资 那劳务到底算多少钱 确定不了 那大家就平均承担责案 就分为这四个方法 先约定 约定不了 协商 协商不好 按实脚的比例 实脚确定不了 那就大家平均享受好处 平均承担责案 下面有个小提示 合伙协议 不得干什么事 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 由部分人享受 或者部分人承担 全部的亏税 说明我们毕竟是共享好处 共担风险 不能部分人享受全部的好处 部分人承担全部的亏税 但有一个除外 有限合伙人允许 部分人享受全部好处 说明部分人享受全部好处 是相对禁止 但部分人承担全部亏税 是绝对禁止 无论是有限合伙企业 还是普通合伙企业 绝对不允许规定 部分人承担全部的亏税 这个法律是禁止的 但部分人享受全部的好处 有限合伙企业是允许的 普通合伙企业是不允许的 这是关于损益的分配 下面我们来做个题目 2021年的单选题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在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情况下 关于执行合伙企业 事务的后人 他的权利诱误说法哪是对的 爱说可以与本企业进行交易 一般行不行 不行要经过同意才行 并且可以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对开展业务 首先我们提醒大家注意 合伙企业是不是个法人 他不是个法人 不是个法人 何来的法定代表人 他只是一个执行事务人 只有公司法人 他才有法定代表 这个必是错的 所以向其他合伙人 报告合伙企业财务的状况 是的 那你当家要向我们报告 你当家的情况 最后一个是法人合伙人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 需要其法定代表人执行 不是吧 不是法定代表人 那如果合伙人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公司 公司可以派一个代表 但这个代表不叫法定代表人 他就是这个企业的代表 是一个合伙的代表 而不是法人代表 我们公司里面会学到专门有法人代表 一般谁做工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或总经理 所以不可能天天每个事情都让董事长总经理 来这个合伙企业去执行事务 所以呢 是他的代表 只有C在项表上正确 其他都错了 那就普通合伙人的事务执行 除非协议利用约定外 或者全体一直同意 不能同本企业交易的 而且呢 合伙企业是没有法定代表人的 因为他都不是个法人 另外执行事务的时候 要定期呢 向其他人去汇报情况 另外呢 还有就是作为合伙人的法人 或其他组织 他的事务呢 有谁执行 有他委派的代表执行 委派的代表 不能叫法定代表人 只有C在项表上正确 看下面19年的多选题 根据呢 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下列呢 关于普通合伙企业 合伙事务的执行 哪个说对了 普通合伙企业 I说 不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 有权 对执行合伙企业 事务的合伙人 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有没有权监督 有权监督 B类项 经权的合伙人决定 可以委托一个 获得数个合伙人 对外去代表这个企业事务 漂不开眼 可以 我们委托部分人代表咱们家 没问题 所以呢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 必须是自然的 不一定 没有要求说执行事务人 一定是个自然的 如果是一个法人合伙人 他可以让代表来执行 B呢 作为合伙人的法人 其他组织 不能对外代表的企业去执行事务 能不能对外代表 可以 他可以派一个自己的代表 是吧 来作为执行事务人 对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 应当定期向其他合伙人 去报告执行的情况 要不要报告 要报告 所以只有哪几个是对的 ABE 这三个比较正确 而CD呢 作为合伙人的法人 其他组织 执行事务的 那怎么办呢 尤其有委派的代表来执行 所以选的是ABE 而CD两个表达都错了 大概18年一道都选题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下列关于合伙企业事务执行 以及合伙管理的说法 正确的是 爱说 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人 无权监督呢 执行事务的人的执行情况 有没有权监督 明显错误 有权监督 B呢 合伙人呢一律 顾得同本企业交易 自己交易 经过大家同意是可以的 但是同业呢 是绝对禁止 要抓住啊 同业是绝对禁止 自己交易呢 法律呢 还是允许的 在得到大家同意的时候 可以自己交易 C呢 合伙企业呢 可以委托一个或数个合伙人 对外代表的合伙企业去执行事务 没问题 D呢 合伙人呢 可以分别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可以 E 像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对其他合伙人执行事务呢 有提出意义的 那其他合伙人呢 应当暂停该事务执行 是不是呢 我们好像有这个说法 如果提出意义 那你要暂停 看看一亿有没有问题 所以哪几个表说对的呢 那就C第一 那不执行事务的人 是有权监督的 可以挨这个明显错误 另外呢 同本企业交易呢 如果什么 如果经过大家同意 是可以的 自己交易呢 是相对禁止 只有C第一 这三个表正确 其他都错了 答案选的是C第一 再来下面一道读选题 除非合伙企业另有约定 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 应当经 权力合伙企业一致通过事 叫不知名反常评单 不呢 是不动产 知呢 是知产权 明呢 是改变名称 犯呢 是范围 常呢 是他的场所 是吧 反常 拼呢 是我们拼用一个外人 是啊 单呢 是为别人提供担保 所以你就找到几个词 叫不知名 反常评单 而且说 处分合伙企业的动产 不需要 改变企业的名称 需要 是吧 以合伙企业的名义 都要提供担保 需要 是吧 改变企业经营范围 需要 转让企业的资产权 需要 叫不知名反常评单 你告诉我 这个顺口理由 是不是很重要 很容易把这个多选题 就选出来了 我们一下就可以拿到码牌 BCD 叫不知名反常评单 这些呢 是我们要求 除非利用约定 要求大家全体一日同意 才能干的事情 别忘了这个不知名反常评单 再来讲讲 第四个考点 合伙企业与第三人去处理好关系 法律上一般说的第三人 指的就是一个外人 并不是说某个具体的人 他指的就是外人 那就是合伙企业如何处理好 和外人的关系 首先第一个 对外代表权的限制 合伙企业呢 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以及对外代表权的一个限制 不能对抗什么人 善业第三人 比如说咱们这个合伙企业 委托吴老师呢 作为执行事务人 当然企业呢 对我的权利做了限制 说100万以为内的合同 我可以自己签 超过100万的 要经过咱们其他合伙人 一致商量同意才行 对我的权利做了限制 结果我作为执行事务人 我擅自对外签了个 300万的合同 而那个签合同的另一方 不知道 对我的权利做了限制 那这个签了这个合同 对咱们企业有没有效 有效 不能对抗善业第三人 那企业要履行这个合同 如果履行了之后 造成企业损失 企业可以找我来追偿 说明咱们内部的 对这个执行事务人的权利 做了限制 不能对抗不执行的第三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企业的债务清偿 企业如果欠了钱 怎么办 先让企业还 在第一步 企业还不上 第二步合同人采用无限连带 找你们任何人都行 而且任何一个人 都有义务承担全部责任 最后呢 如果某个合同人承担责任 超过了这些份额 在内部进行分担最长 我还多了 我在内部找别人最长 说明是三步走 先让企业还 企业还不上 那就是合同人无限连带 最后在内部进行分担最长 这就是合同企业的债务的清偿问题 别忘了这个清偿的顺序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个人独自企业呢 直接就可以找个人要钱 因为个人跟企业的钱是不分的 所以个人独自企业 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更加低级一些 它的管理呢 更宽松一些 合同企业的管理要严格一些了 因为呢 个人的钱和企业钱 平时是要分开的 所以先找企业 再去找个人 下面还有问题 合伙人的债务清偿 所以是谁的债务 是合伙人的债务 不是企业的债务 这说明是私债还是公债 这属于私债 那合伙人呢 如果发生了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 那相关债权呢 不得以其债权去抵消呢 对企业的债务 也不得代位行使这个 合伙人在企业中的权利 不得抵消 不得代位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假这个合伙企业 假合伙企业 假合伙企业呢 是这样的 他里面有一个合伙人 是谁呢 小王 小王呢 在外面自己干私活 自己干私活的时候呢 小王假说欠了什么 欠了这个A企业 欠了A企业多少钱呢 欠了他10万块钱 小王呢一直没还 但注意啊 这个A企业呢 又欠了他这个合伙企业呢 欠了5万块钱 你看小王欠A企业10万块钱 A企业又欠了他的这个合伙企业呢 5万块钱 那A企业能不能这样说 因为你的合伙人欠了我10万块钱 我又欠了你企业5万块钱 所以呢 我把这抵掉5万行不行 不行 这个是私债 这个是私债 而这个是什么来 这个是公债 那就私债公债 各安各的来 公司要分开 甚至呢 A企业能不能说 小王既然还不上我这10万块钱 我就带小王去企业 从行使权利行不行 不行 那就是公私分明 不得抵消 不得单位 那如果假如小王一直还不上 这个A企业的10万块钱 那A企业怎么办 那如果合伙人的自由财产 不足以清偿的 怎么办呢 可以呢 以其从合伙企业中分得的收益清偿 比如说呢 小王今天从这个企业中分了2万块钱的返利 分了2万块钱 拿着2万块钱先去还 那债权说 我等了半年才等了2万块钱的分红 不够还我的债的 那债权说 我等不了了 我可以找法院 强制执行这个小王在这个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那也说明怎么还呢 如果你的私债你还不上啊 你可以用这个企业中的收益 你取得收益还 债权呢 也可以直接找法院 强制执行呢 你在这个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那法院如果去强制执行 小王在家这个企业中的份额的时候 要通知呢 权利和人 要通知大家都要来 另外呢 其他人有优先购买权 首先是内部小话 其他人有人愿意买的 那内部呢 优先购买 其他人呢 都没有愿意买的啊 又不同意呢 转给外人 因为转给外人是需要大家一直同意的 大家既不同意买 也不愿意转给外人 那怎么办 那你要为这个合伙人办理退伙结算 或者削减他的份额 那实在不行 你看 假如你还有其他合伙人 小李呀 是吧 小赵呀 你还有好几个 你们这几个人呢 既不愿意买这个小王的份额 又不愿意什么 转给外人 那你就为小王办什么 办退伙吧 如果他的份额呢 卖了之后 只能卖10万块钱 那就退伙了 那如果小王的份额能卖15万块钱 小王的份额能卖15万块钱 那就削减 削减个10万 让那10万呢 退给小王 让小王还 然后呢 还留5万的份额 那就说明就削减份额 那就说明 如果你这个合伙人 你的钱是足够还 这个你欠的私债的 那就给你削减一下就行了 如果不够的 可能就要办退伙了 这是关于合伙人呢 自能私债该怎么处理 就是 以这个企业无关 所以呢 债权是不能抵消 不能代位 合伙人呢 可以用你的合伙企业中的收益来进行清查 而债权呢 如果等不及这个收益 那就可以找法院强证执行 强证执行的时候 可以怎么办 要通知大家都要来 而且内部呢 是有优先购买权的 而且呢 如果其他合伙人不愿意买 也不愿意赚 那就办两件事情 要不是退伙 要不缺减份额 是关于公债私债的问题 要分开公私分明 下面做个18年的单选题 讲呢 为普通合伙企业的执行受任 然后呢 该合伙企业对贾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呢 做了一定的限制 某日呢 贾呢 超越权力 代表合伙企业 和乙公司签了一份房屋的租赁合同 乙公司呢 对贾跃权呢 是不知情的 什么善意的第三人 那这个合同肯定有效 根据呢 我国民事法律制度规定 该合同的法律效率是直接有效 爱说无效 错了 可设效错了 效率代定也错了 为什么 因为是对你这个执行受任 内部权利的约定 不能对抗什么人 要善意第三人 那就不能对抗 答案选的是哪一个 是A这项 是有效的 那就说明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再看第五个考点 入伙退伙的问题 首先讲讲入伙 入伙说明要有个外人进来 既然有外人来 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信任基础 要不要大家商量好 要商量好 所以呢 除非合伙协议令有约定 要经全力合伙人一致同意 大家一致同意呢 才能办完 才能办入伙 是吧 并且呢 要依法签书面入伙协议 也是要亲兄弟明算账的 大家一致同意 而且签书面协议 还有一个问题 入伙人这个新的后人 他对入伙这个企业前期的债 要不要担责任 新的后人对入伙前的这个企业债务 仍然要付无限连带 虽然说前期你不在 但是你现在变成咱们一家人了 所以前期的债 你仍然要付无限连带 这一条要注意 这就是入伙 书面一致同意 而且呢 前期的债 你要无限连带入伙 那还有一种叫退伙 退伙有两种 一个叫自愿退伙 还有一个是什么退伙 法定的 你看自愿退伙 还有一个叫强制退伙 强制退伙 就是不退不行了 法律硬规定的 先看自愿退伙 自愿退伙 有协议退伙 有声明退伙 协议退伙呢 有个前提 就是你们在协议中 约定了合伙的期限 咱们合伙 合伙十年 在合伙协议存续期间 有下列行之一的 可以选择退伙 哪几个理由 可以选择退呢 第一个是 协议约定的 退伙是由出现了 我们前面说过 亲兄弟名算账 我们结果呢 假如说有一个兄弟 我们当年合伙时候说的 谁结婚 谁就自动退伙 因为结婚了 就不听兄弟了 天天听老婆的 所以呢 既然出现了 有个兄弟结婚了 那你就自己退吧 这是约好的 退伙使用 第二个呢 是经全体合伙人 一日同意的 我们一日商量好了 是吧 其中呢 有个人要退 那行吧 你走吧 第三个是 发生了难以继续参加的使用 比如说这几个合伙人 其中有一个合伙人 把另外一个合伙人呢 老婆给拐跑了 你说我们经常说叫 杀父之仇 夺气之恨 夺气之恨 跟杀父之仇 放在一块的 你想对人的信任 打击多大 所以其中有个合伙人 想把另外一个合伙人的 老婆给拐跑了 失去了信任基础 怎么办 没法再合伙了 最后呢 其他合伙人呢 严重违反了 合伙协议的约定 严重违约 总结下有这么几个词 退伙的室友出现了 大家一致商量的 难以继续呢 参加合伙了 还有出现了严重违约 这几个都是协议退伙 协议退伙有前提 前期约了合伙期限 出现这几个理由 可以协商退伙 还有一个就是声明退伙 声明退伙呢 是没有约定合伙期限 没约 我也等不到什么时候能退 所以呢 在不给呢 合伙企业的事务呢 执行造成不利影响 没有对企业呢 造成什么不利影响的情况下 一般呢 提前30天 通知企业就可以退了 这就类似于我们辞职一样 我们劳动法案 有没有说过 如果你要辞职 提前多少天辞职 提前30天 所以这个声明退伙 首先它的前提是 没有约合伙期限 提前30天声明 就可以退伙 类似于辞职 大家可以在旁边 听自己类似辞职 没有协议退伙 声明退伙 一个是讲了合伙的期限了 一个是没讲期限 这都属于自愿退伙 是你们商量的 叫自愿退伙 还有一个叫什么 强制退伙 强制退伙是法律职业规定好的 不退不行了 强制退伙分为两类强制 一个叫当然退伙 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叫出名退伙 两个 一个叫当然退 一个叫出名退 那什么时候是当然退伙呢 那我们来看 当然退伙的理由 有哪几个 第一个是作为合伙人 这个自然人他死了 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了 这个人死了 我没法合伙了 因为他死了 我还跟谁合伙呢 所以他死了 没有合伙人了 第二个是个人丧失了长的能力 要这个人傻了 但我本来是跟他合伙的时候 他是精神正常的 结果合伙这两年呢 他突然精神病犯了 傻了也没法干活 那如果让我跟一个傻子 一起承担无限连累责任 法律上说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呢 既然丧失了长的能力 那这个情况下 合伙人呢 就当然退伙了 傻了 让了有限合伙人出来 那有限合伙人 如果呢 他傻了 那不会当然退伙的 这条是与普通合伙 最重要区别 第一个是这个人死了 第二人是这个人傻了 第三个呢 作为合伙人 他是一个法人 我们合伙人 有自安的合伙人 有法人合伙人 作为一个法人 一个组织合伙人 他被调研营业执照 被责令关闭 被撤销 被宣告破产 说明作为一个企业死掉了 那既然这个企业死了 那咱们合伙人也没了 是吧 第四个是法律规定 或者合伙协议约定 合伙人呢 必须具有相当资格 但是呢 很可惜 你丧失这个资格了 你没有资格证了 比如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要有律师资格证 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 要有会计事证 结果你因为职业的时候 你违法 你的证被吊销了 没有证了 第五个呢 是合伙人呢 在合伙企业中 他的全部财产 都被法院抢执行 他没钱了 他一点钱都没了 那就当然退活了 总结一下有哪几个 这个人死了 这个人傻了 这个人没证了 这个人没钱了 关键词 死了 傻了 没证了 没钱了 那是当然退活理由 不退不行了 另外 从哪天算查退活呢 从这个实际退活的事情 发生那天 比如说 从他死亡那天 从他傻那天 从被吊销执照那天 从他吊销资格那天 从他没有钱那天 从实际发生这个事那天 就当然退活了 另外 普通合伙人 如果被依法认定为 是无民事 宪政民事的 比如说普通合伙人 最后出了车祸 认定为是个精人病人 没法再干活了 那经权力合伙人 一致商量 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可以转为有限合伙人 那普通合伙企业 就转为有限合伙企业 这个时候 其实他还是退活了 只是他身份变成有限合伙人 那也说明 普通合伙人如果傻了 我们可以一致商量 把他转个身份 但是他身份变了 某种程度 也算是普通合伙人 他退活了 因为没有普通合伙人 这是关于哪些理由 普通合伙人 可以当然退活的 死了 傻了 没挣了 没钱了 从实际发生那天开始 就产生了退活的效果 还有一种叫出名退活 什么叫出名 我们几个人商量商量 把他直接赶走 为什么肯定这个人 人品有问题 合伙人有下来行为之一的 经其他合伙人 一致同意 可以将他出名 有哪几个理由 可以把他出名 第一个是 没有履行出资 答应出10万块钱 到现在一毛不拔 铁攻击 人品的问题 第二个 因为故意重大过失 给企业造成损失 让你去执行个事务 你到外面贪污受贿 干一些坏事 给企业造成损失了 故意重大过失 第三个是执行事务的时候 有不正当行为 可能老师听过 那就如果你执行事务的时候 不仅故意造成企业损失 而且还贪小便宜 把企业的东西拿自己家去了 是吧 贪污 最后是发生了合同约定的一些事由 总结一下是 这个人他不出钱 他故意破坏企业的东西 他不正当行为 比如他贪污受费 那这些都是人品问题 人品问题把他赶走了 而且被出名人 从街道通那天就出名了 大家就把你赶走了 如果你有一 你可以30天里到法院起诉 他叫出名退货 出名退货 就是等于我们几个人 一起商量把你赶走了 从街道通那天 这个出名生效 如果有一早慢 30天里到法院去起诉 要出名退货 主要是人品问题 而当然退货呢 是死了杀了 没挣了没钱了 当然退货和出名退货 不要弄错了 那么下面还有退货的结算 退货是吧 退货了之后要分分钱 首先按照退货时 这个企业的参与状况 看看企业还剩多少钱 我们按照比例 你占多少份额 可以进行退货结算 那这个退货的办法呢 有全体来协商 或者大家来决定 可以退货币 退钱 也可以退实务都行 退钱退务都可以 大家商量 另外呢 退货人既是退货了 对于这个退货前企业 欠过的债 比如你退货之前 这个企业借过一笔银行的借款 后来到期了 一直没还 那你仍然要承担 无限连责任 说明这个退货 不会因为你退货了 就不要承担责任了 在作为合伙人期间的这个债 你仍然要承担责任 当然 你退货之后 这个企业欠了债 你不需要承担了 退货前的这个债 还要承担 资格的继承 那如果呢 一个合伙人死了 他的合伙人的身份 能不能直接继承 不行 这个不像是什么 王侯将相 可以直接继承身份 那就合伙人如果死了 或者被宣告死了 按照合伙协的约定 或者经全体的一日同意 继承呢 可以呢 取得合伙人的资格 说明这个资格 不能直接继承 要经过大家商量才行 大家商量好 你可以呢 比如说老王去世了 小王呢 可以继承 合伙人的身份 要经过大家商量 说明不能直接继承 财产呢 是可以直接继承 那如果老王 作为合伙人死了 是吧 那老王的财产呢 可以由他家人 直接继承 他有下来情形之一 合伙企业呢 应当为合伙的继承人呢 去退还他的财产份额 那什么时候 要退还财产份额呢 第一个是继承人 不愿意成为合伙人 老王去世了 他的孩子小王 不愿意当这个合伙人 那你要为他退货结算 第二个呢 是法律规定 或者合伙协议约定 后必须有相的资格 而该继承人 没有这个资格 比如老王是个律师 他死掉了 小王又不是律师 他没法继承 没法当合伙人 第三个是 合伙协议约定 不能成为 合伙协议的其他情况 他不愿意去当这个合伙人 他的孩子呢 没有这个资格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财产呢 就直接什么 给他办退货吧 总结一下就是 普通合伙人 他的身份是不能直接继承的 要经过什么 大家一日同意才行 但是他的财产 是可以直接继承的 这条是允许的 这是关于资格的继承问题 以及财产继承 让我们站稳下 来做个2020年的单选题 在合伙协议呢 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下列关于合伙企业呢 入伙规则的说法 正确是入伙 爱说 新入伙的后人 对入伙前 这个企业的债务 是不承担责任的 要不要承担 要承担 既然成为一家人了 原来的债 你也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B呢 新入伙的后人 与原后人 相有同等权利 但不承担 同等义务 既然享受同等权利 要不要承担 同等义务 是需要的 不承担 明显错误 最呢 签订入伙协议时 原后人 应当向新后人 如实告知呢 原合伙企业的 基因财务状况 要不要 要 家里面什么情况 你要如实告 不能呢 有欺诈 最后新后人 应得到三分之二以上 原后人的同意 新后人入伙 要经过什么 大家一致同意 毕竟是个大事 不能指三分之二 合伙企业 喜欢用全体一致同意 公司喜欢用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我们后面学公司法 大家就会感觉它的区别 答案选的C是对的 正确答案是C 而其他几个表述都明显错了 一定注意 新入伙的后人 对入伙前这个企业的债务 是承担什么责 无限连带的 普通后人是无限连带 当然有限后人 是有限责任 我们后面会讲到有限 另外新入伙的后人 他既与原后人 既享受同等权利 也承担同等的责任 这是关于我们新入伙后人 他的一些要求 而且新入伙后人 除了合伙企业领域约定外 又要经大家是一致同意的 毕竟是加个新人进来 所以选的是C 大概2020年多选题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可能导致合伙人被除名的是 除名原因是什么 人品问题 不出钱 故意破坏财物 或者有不正当行为 爱说因重大过失 给企业造了损失 人品的问题 出名把他赶走了 毕竟是执行合伙事务时 有不正当行为 贪污受贿 把他赶走 但没有旅行出资 人品的问题 赶走 合伙人 个人丧失了对外常见能力 丧失常见能力 有没有说是出名的职业理由 没有 没说是出名的职业理由 我们可能后期会按到什么 如果是普通货人 可能按到什么 法定退回来 最后 因故意给企业造成损失的 那是我们人品问题 出名 哪几个是出名 ABCE 答案是ABCE 这几个是可以出名的 主要是人品有了问题 答案是ABCE 那我们下面来看考点6 关于特殊的普通合伙 特殊的普通合伙 跟我们一般的普通合伙 有啥区别呢 首先我们来看它概念 特殊的普通合伙 又被称为有限责任合伙 它不叫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是另外一类合伙企业形式 它叫有限责任合伙 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专业知识 专门技能 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 这种专业机构 这种性质的合伙 比如说律师事务所 快议事务所 税务师事务所 希望大家今年考过 将来能进税务师事务所 那收入可是棒棒的 那我问大家 这三类事务所都有个特点 都是以专业知识 为别人提供服务的 那它在承担责任上 有啥区别呢 我们来往下看 它的名称中有个要求 要标明特殊普通合伙字样 那责任如何承担呢 普通合伙 一般情况下 这个企业欠了债 那如果还不上 所有的普通合伙人 都要一起付无限连带责任 但是这三类事务所 还有个区别 如果呢 在职业的时候 因为某一个合伙人 他是故意的 或者重大过失 给企业造成了债务 比如说有的律师 有的会计师 做假的法律 一些证据 做假的一些什么 一些神经报告 那就说造假 结果呢 最后被罚掉了 还造成企业很多损失 那这个故意重大过失 这样的合伙人 他要对企业的债务承担 无限责任 或者是无限连带 如果有一个职业的 会计收索 或者律业收索 一个合伙人 他造假 他自己承担无限责任 如果有两个 都在一起造假 他们一起付无限连带 而其他的没有犯错人 他指引什么 以呢 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 份额为限承担责任 说明是因为 某一个合伙人 故意重大过失 那就是有过错人 他们承担无限 或无限连带 而其他没有错人 一般是承担有限责任 那如果是非故意 非重大过失 正常的职业 结果造成企业的一些债务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全体合伙人一起付无限连带 说明又回到了普通合伙的状态 这就是他特殊 特殊就特殊在这一条 出现这种情况下 会出现无限和有限的一个结合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规定 大家想一想 律师在外面接案子 会计师在外面接案子 包括税务师 你在外面接案子的时候 你告诉我 有没有可能 是你个人的能力接的 很有可能 所以呢 有很多事情是因为 个人的原因去接的这个事情 所以呢 如果是跟客户呢 一起去造假 造成别人损失 那这个时候 你个人的责任更大一些 所以呢 他用了故意重大过失 你是无限或无限连带 而其他人是有限 就特殊在这个地方 另外呢 由于呢 我们在职业时候 是有职业风险的 你想会计师 律师 如果因为造假 甚至有可能 不仅民事赔偿 甚至有可能会坐牢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职业风险 那如何做风险防范呢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应当建立职业风险基金 企业呢 可以提点 提点钱 作为职业的风险基金 办理职业保险 提点钱作为基金 或者干嘛 或者办职业保险 职业风险基金呢 用于偿付呢 合伙人职业活动中 造成的一些债务 应当呢 由单独的账户来管理 这是关于风险的防范 特殊普通合伙 就主要在这个地方 那么下面来做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18年的单选题 下列关于特殊 普通合伙企业的性质 法律责任承担的说法 正确是 而说他是以呢 专门知识 专门技能 为客户提供 有偿付的 专业机构性质的合伙企业 是不是 是的 以专门知识 专门技能 为客户提供有偿付的 必在乡呢 数个合伙人 在职业过程中 因重大过失 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 由全体合伙人 付无限连带 错了 你谁有过错 你没连带 其他人呢 承担有限责 回避呢 就错了 所以呢 某一个合伙人 在职业活动中 因故意重大过失 造成企业债务的 那由全体合伙人 一起付无限连带 又错了 你自己干的坏事 你自己付无限责任 最后 地在向 某一合伙人 在职业活动中 因故意造成的 合伙企业债务的 那该合伙人 是要承担无限责任的 其他合伙人 不承担责任错了 无限责任没有问题 其他的合伙人 是承担有限责任 所以呢 不承担就错了 只有哪个正确 只有A是对的 其他都错了 答案选的是A 这就是特殊普通合伙 那也就有的 有这个 有故意重大过失人 去承担无限和无限连带 而其他的人承担有限责任 看下面到多选题 下列关于特殊的 普通合伙企业的说法中 正确是 A说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既有普通合伙企业 又有有限合伙企组成 有没有有限合伙众人 没有 都是普通合伙众人 只是呢 他比较特殊 是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提供服务的 必须像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对外承担有限责任 错了 无限责任 一般情况下还是无限责 所以呢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建立的职业风险基金 应当单独利户来管理 是不是单独建长 没问题 第一呢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是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 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机构 是不是专业知识专门技能提供的 没问题 最后呢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它的组织形式需要执行公事制度 要不要执行公事 要公事 公事你是特殊普通合伙 而且现实喜欢叫什么 喜欢叫锁 什么律师收锁呀 快捷收锁呀 有同学说老师会锁行不行 你说会锁行不行 我们这个是专业服务的锁 有同学居然跟我抬杠 他被说会锁是专业服务的 你老想会锁干嘛 是吧 有的男生真坏 是吧 所以我们要注意 那也就有了 他要公事 公事自己的组织形式 所以选的是哪几个比较准确呢 那就C第一 答案是C第一 而AB两个呢都讲过了 那我们特殊普通合伙 讲完之后呢 关于普通合伙这一节呢 我们就全部讲完 普通合伙这一节呢 是咱们这一章考试中例 如果呢 整个合伙考个6到7分 普通合伙至少考个4到5分 所以大家要重点来学习普通合伙 绝对这一节是咱们本章的重点 那本节呢 就全部结束 谢谢观看